多個民間組織法例遊行 聲援被上訴庭改判監禁的社運人士 遊行隊伍大約下午3點出發 由灣仔的修盾球場遊行到中環中審法院外面 香港眾志和社民連成員 拉起大型的黑色橫額打頭陣 要求釋放政治囚犯 羅冠聰的媽媽都有參與遊行 他手持眾志叫橫額 沿途高叫口號 而因為新界東北示威入獄的何傑宏 他的媽媽和妹妹都有參加遊行 不少人帶同自治的道具 諷刺政府和北京以法律打壓社運人士 由於參與遊行人數更多 部分人在修盾球場對出等一段時間才出發 有遊行人士穿著象徵囚衣的啡色衣 希望入獄的學運領袖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亦有市民認為入獄的學生領袖沒有做錯 因為我們是要表達其實有16個同道中人在監獄裏面 我們穿囚衣其實都是希望那些人換醒那些人 其實我們就這樣遊行 其實我們都隨時變成下一個16個香港的義士 所以希望換醒香港人和這個極權政府對抗 很失望 在未回歸之前 抱著可以回歸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我不會猜到是這麼可悲 今天這一幫青年人 他們為了真正的正義 他們所做的是沒錯的 只不過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政府 連累到他們今時今日 但是我想告訴他們 他們不孤單 這次的經歷將會成為他們將來最有力的資產 我們在一起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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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去看